因為過去在一片混沌的時候 侯友宜本來民調是領先的 那隨著這樣子朱立文刻意放慢腳步打太極拳之下 雖然提名的是侯友宜 但是他民調已經衰退這麼多 我真覺得說侯友宜真的是慌了 我實在是我不忍不忍心看到說大家在慌亂之下水果發言 那麼事實上新北的部分他擔任新北市長 那麼他是真的活活做事嗎 活活做事怎麼 他這個議會對他提問的時候 他有很多顯示出他對市政不嫌熟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都有 所以我不願意多評論他 他就好之為之吧 俊瑩想要送給他 你會想要送嗎 我要送還是送賴清德 怎麼會送侯友宜 所以 陳立抓侯大隊嗎 那是因為他們先 給我們嘛 他們說現在是 他們已經有賴打聯盟嘛 所以我才會說 既然你們國民黨組了賴打聯盟 那我們也可以成立抓侯大隊啊 所以 禮藏往來嘛 是他們先虧我們 那我們當然就是反擊回去嘛 要不然我們我是覺得其實不啦 就是還是選舉的初期 要看候選人他們自己推出的 他們種種的政策 跟對國家大政的看法 那個比較重要 所以後期就會來打侯友宜的嗎 不會不會 我一向都是挨打的份 但是我是這樣啦 我如果被打我當然會 會反擊嘛 這是會的 這是會的 你怎麼看說候宜現在是向天下人來幫他想一句話 請天下人來投給他 不是 我是說 我怎麼怎麼會去幫他呢 對不對 那英文可以問一下 你怎麼看那個侯友宜他說 台南人沒肉粥 是啊 所以這句話我覺得太過分了啦 這句話 我覺得這 這凸顯了他 他現在內心的狀態嘛 他一方面他對選舉 他的內心有點慌亂 因為過去 那在一片混沌的時候 那侯友宜本來民調是領先的嘛 那隨著這樣子 朱立文刻意放慢腳步打太極拳之下 雖然提名的是侯友宜 但是他民調已經衰退這麼多 所以我在想侯友宜心裡面有點慌了 那批評台南市民 我覺得這是最不對的事情 不管怎麼說 那人民就是國家的主人 那麼侯友宜你是公僕而已嘛 不是嗎 哪有說僕人在批評主人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不對了啦 態度就是 心態就是不對 對 那議員如果你要成立那個抓猴大隊的話 你有沒有夢想 就是你自己心中想的成員會有哪一些人 你覺得是對事 其實我們民進黨人才幾幾啦 很多啦 我只是隨口這麼反應 那但是事實上我在想 應該是由我們黨他們 我們有策略小組 大概 但是我們黨基本上我們是很厚道的啦 因為我們選舉 我們就去講我們黨的主張 我們的理念 那麼如果說遇到說要跟對手這樣子來 口舌之爭的話 那也是不得已的 一定是對手他們先動手了嘛 那當然他們動手我們當然會還手 所以基本上我在想如果說照目前 現在在這個進行的選戰 其實我們民進黨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主動出擊 那我在想 未來我們也不會主動出擊 因為我們覺得說選舉就應該是 那我們自己 想我們自己對未來的願景 那麼讓選民能夠接受 能夠相信 這個最重要 因為你怎麼看說 厚厚有句名言叫做厚厚做事 然後只不過他在520那天說 民進黨連厚厚做事都做不到 這個 所以 我真覺得說我以為真的是慌了 我實在是 我不忍心看到說大家在慌亂之下水果發炎 那所以我不評論他 我希望他能夠這個把握住 那麼他已經被提名代表了國民黨 國民黨即便在野 好歹也是泱泱的百年大黨 那一位總統的候選人 黨正式提名的候選人 講話要有一定的高度 我在想他對我們民進黨的執政 他的了解還不夠深入 所以他才會有那樣子的發言 那麼事實上新北的部分 他擔任新北市長 那麼他是真的厚厚做事嗎 厚厚做事怎麼 他這個議會對他提問的時候 他有很多顯示出 他對市政不嫌熟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都有 所以我不願意多評論他 他就好之為之吧 因為你不能幫侯友宜 但你可以幫助賴清德 那如果賴清德幫他想個金句的話 你會幫他想什麼 應該比較好想 賴清德的正面太多了啦 我沒有經過我們黨部的 他們這個服選小組 他們的同意之下 我當然不能隨便發言 因為今天來沒有看到淑慧 有沒有覺得有點可惜 我有點嚇一跳 尤淑慧一向很認真 他一向一大早就來了 所以我剛剛沒看到是有一點訝異 本來期待今天早上還會遇到他嗎 我不敢說期待 因為他那麼強 我看到他會有點怕 你覺得在選區跑的話會遇到嗎 目前還沒有碰到他 不過我知道他很認真啦 所以他應該是已經跑得很勤快 那但是我並不是用那麼多的時間 在跑我的選區 因為最主要現在我的選區 不管是在大同還有過去的中山 以及現在的士林區 我們大概每個禮拜都接獲 非常龐大的那個服務的按量 那所以這一個部分 大概就花去我們很多的心思 所以我並沒有有那麼多餘裕的時間 去跑選區這樣子 議員你怎麼看說就是 蔣萬安市長給你的感覺 未來會不會變成侯市長 他們兩個人是不是有一個相似感 我覺得蔣萬安還沒有定型 所以蔣萬安被期待的空間比較大 那侯友宜已經定型了 我相信侯友宜自己也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對他而言 他要批評我們民進黨 哇他這個信守年來 那這個信口開河 但是就 所以他就隨隨便便就出了口 就動了手 那這一個部分蔣萬安 他是不至於這樣子 蔣萬安還沒有定型 那蔣萬安有比較大的被期待的空間 所以相對我擔任蔣司後 我這個責任就很重大 我就希望說即便蔣萬安他不是我們民進黨 他是國民黨人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好好把握 在他還沒有定型的時候 他要更清楚的認識我們台北市 那更能夠契合我們台北市民 契合選民的心理財隊 不要被政黨汙染 不要被政黨汙染 在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蔣萬安還是有值得期待的空間 那至於侯友宜 因為可能他在政治沉浸了太久 那他已經被政黨化 所以這個部分我個人是 是比較難過 所以 你去國會之前蔣萬安會在你這邊 死當還是會怕死 我會盡盡我所能 我這個能夠調教他 我希望他 他最主要就是說 你要保持一顆客觀的心 善良的心 那不要被政黨化 這是我從政這二十多年來 那我最大的心得 那我希望他能夠傳承這個心法 那議員你覺得就是總統有需要到國會去做國情報告 你覺得這是需要嗎 我認為是需要 撇開這一些肢節細微 即便那法令 並沒有這麼硬性的規定 他只說得 但是我相信 如果要對人民有所交代 對人民報告的話 其實不必去拘泥這些小節 那其實這七年以來 其實 蔡英文總統也多次希望能夠親自到第一線 向國會做報告 但是因為種種的政治情況 還有政黨的束縛 所以沒辦法達成 所以我希望那未來的總統 那麼他們能夠直接 那登上國會 那麼向全民來做報告 我覺得這是應當的 過去李登輝前總統 他也多次到國民大會 那麼去接受民意代表 國大代表 他們對國政的垂詢跟關切 所以這個部分 李登輝前總統當時也是排除萬難 到國民大會去做國政的報告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是未來的一個趨勢